我的主觀意識上 我第一次聽 我也覺得他是不要離開 大家不要離開 暗會還不結束 因為人已經陸陸續續在離開 那如果說晚會沒結束 對 就其實大家回去看 那一集的深喉嚨 其實討論就是依據當時的瞭解 跟影片嘛 那影片也不是只有 就是晚會的官方的影片 現場很多民眾都錄了影片 而且網路上也高度在討論 難道網路上每一篇po文 都是這個節目 或者是哪一個媒體所去操控的嗎 的確當時有很多人 有那樣的看法 也有人認為不是那樣 然後最後當事人說 我主張我的內容 不是這一個講法 那當他主張這個時候 如果還有媒體要印栽贓 你就是那樣了 那這時候才融會有所謂 損害他個人利益的問題 那還是個人 現在是損害到了公共利益 所以開罰二十萬 那剛剛所講的這一些 明顯 如果你今天講說 韓國瑜的副部長 就是張安樂 那會不會有人因此 而不把這個票投給韓國瑜 又或者有沒有人 高雄民眾會因此而在高雄生活的高雄人 對自己的生活感到一些 就是不同的感受 那這個時候 是不是更像是損害公共利益 一個晚會上面的一個主持人 他都講的話 的用字到底是正還是負 是賣利益還是沒利益 跟一個副市長 將會是誰來講的話 牽涉公共的可能更多 但沒有處置 對NCC或許講說 那沒有人檢舉 或是說沒有人來 沒有人來來跟我講要處理 如果有人來跟我講 韓國瑜要去告了以後 跟後來的狀況 可能不是完全一樣的情形 但是為什麼就只有這個狀況要開罰 而且還是以損害的公共利益來開罰 那NCC這樣的做法 的確是留下了很大的爭議